世界上最原始的部落 圆柱民族 马赛族 看看这是他们自己饲养的牲畜 牛羊 现在有了自己的村庄 还有了自己的文化 他们现在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狩猎方式 大刀长矛 平时最喜欢穿红色的袍子 红色可以带给他们吉祥和运气 每天玩着自己的游戏 玩的开心 狮子经常会闯进村庄 吃掉他们饲养的牲畜 所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 他们也会猎杀狮子 马赛族的成年礼 就是狩猎一只狮子 证明你已经长大了 村里面的牛羊 经常的少了几只 都是狮子干的 今天村民集合 准备报复狮子 再不下手就不行了 这牛羊一天比一天少 这个民族 野性十足 最喜欢喝的就是生的牛血 狮子王 狮子王又狩猎成功 这个家畜 比较好拿下 轻松的就拿下一只 马赛族在做仪式 准备出征 狮子 弓箭长矛大刀 这是他们的原始武器 发现了狮子 看这小伙子岁数不大 也参加了战斗 狮子王闪亮登场 狮子王还是猛 这才是真正的战争 勇士们都受伤了 动物永远干不过人类 胜利 鹰的眼睛 爆的速度 看看老鹰 狮猎的名场面 这眼神是真好使 几公里以外 就发现了猎物 俯虫下来 轻松的狮 成功 俯虫下来的力量 相当强大 狮猎成功以后 回家喂小鹰 这个母亲 很伟大啊 这边的猴子 也踩下了小猴子 小猴子 这个阶段很危险 小猴子很容易被老鹰抓走 现在已经发现猎物了 老鹰的爪子相当锋利 可以抓到猎物的肉里面 猴子发出了吼叫声 警告危险 跑慢了 就惨了 看看母亲猴子 赶紧躲藏起来 猴子 狗猎成功 一个爪子 就可以轻松的抓起猎物 猴子的报复心理也是很强的 直接把老鹰包围了 这场面有点震撼啊 现在老鹰已经受伤了 飞不起来了 这面是花豹 花豹啊 和老鹰也是仇家 老鹰经常会狩猎小花豹 所以说花豹一旦发现老鹰的巢穴 他绝对是痛下杀手啊 直接灭了小鹰 今天的老鹰比较惨啊 空中霸主 狩猎失败 废了啊 疯狂的豹子 攻击汽车 攻击人类啊 这爬树的本领啊 超强 你想象不到豹子有多么疯狂 主动的攻击人类啊 主动的攻击人类啊 这个游客的档子啊真大 跑圈没进车啊 这速度啊 爪子相当的敏捷 攻击加犬 直接锁猴一口拿下 豹子啊在猫科动物当中啊 狮猎技术排行老大 超过了狮子 唯一的就是他单打独斗 不是群体的生活 他要是群体的生活 那真是无敌了 直接把家犬带到了树上 在树上他很安全 看看这个家犬 直接夹上了尾巴 吓尿了 狗障人士 后面有他的主人 所以说他还牛逼一点 这个是豹子闯进了村庄 遭到了家犬的围攻 家犬的数量太多了 突然袭击我 直接把这个猎狗 干伤了 这是经过训练的猎狗 就是不一样 终于反杀滑爆了 三只猎狗 轻松的 反杀滑爆 快跑吧 猎狗 猎狗胜利 从天而下 看看美洲狐狩猎巨星随塔 巨星随塔 相当的齐心 很难对付 而且水性很好 吃水蛇就像吃辣条一样 牙齿相当锋利 美洲虎也是个狩猎高手 在嘴下可以狩猎鳄鱼 擅长鱼爬树 游泳 突然袭击 潜伏能力很强 这潜伏能力 直接干到随塔的身边 下一嘚瑟 但是狩猎还是失败了 看这样 水塔 绝对不一般 可以在水中攻击鳄鱼 美洲虎看着盗嘴的食物跑了 心情不太好 一旦下水就糟了 这小牙齿攻击力太强了 狩猎又失败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洲虎狩猎鳄鱼 在水下 把鳄鱼打败 真的不容易 鳄鱼可是水中霸主啊 看看一口咬住鳄鱼的脑袋 牛逼啊 不愧 倒适